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奔向谁就还奔 大你也奔 二你也奔 二你也奔 小你也奔 小你也奔 同时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哎呦我的妈呀 这咋的了这是 你看不出来呀 我让人给削了 让谁削了呀 这你还猜不出来 二驴子们我们家二米粒 这又犯什么事了 二米粒好长时间没这么削你了 大姐夫 我在外边招人了 不是大姐夫说你 你都多大岁数了 怎么还在外边招人呢 不是你 你想哪儿去了你啊 不是我招人了 是我们公司招了个员工 好你们公司招个员工啊 想哪儿去了你 你说你个老总 你招个员工有啥呢 就是吗 坐坐坐 可我们家二米粒他不理解呀 怎么呢 他就嫌我招了个员工 我没告诉他 而且他嫌我给人开工资开高了 你给他开多少钱呢 六千块钱一个月高吗 哎呦六千块钱那还不高啊 物业副经理我才挣四千 啊你一月多少 四千 那你也太高了 哎你一个物业凭什么这么高啊 那好家伙四千块钱 你能跟人家比啊 我招那人呆生 人家一来我们公司业绩蹭蹭往上 你还跟人家比 你比得了吗你 哦那是比不了 那他就为这削你啊 还有呢 他还嫌我整天跟他朝夕相处 形影不离 哎你说招铁弹那是我的秘书 他能不跟着我吗 不是你等会 照铁弹 哎呀 这就是阿尔米利的不对了 你找个大老爷们 他跟你嚷嚷啥呀 真是的 那要那么说的话 我跟人家甜笨笨 天天在一起 那大米利还不得跟我急啊 是啊 我有时候就羡慕 我大姐他心胸宽广啊 哎顺芬啊 我还跟你说 这我还不是夸你大姐 你大姐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 尤其是在外人面前 那是给足了我面子 就是想削我 也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削我 我媳妇都不行了 他驴啊 他二驴子呀他 我跟你说这事没完 回家他还得削我呢 没事 这么着吧 你交给你大姐夫吧 回头我说他 大姐夫 其实我这次找你来 就等你这句话呢 怎么呢 你帮人帮到底 你干脆啊 你一会儿回家 你跟他们说 你就说赵铁蛋是你的人 你叫我安排他 我的人 是我让你安排的 对啊 这行吗 这怎么能不行呢 行 你就这么着 你就说是我的人 好吧 别我说呀 你回家说去 你快点呢 那行 那我这样吧 我把东西放无意 完了我就回去 好吧 那你快点啊 没事没事 你就说是我的人 好吧好吧 消我之前 你就得回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 这解决了 你别嚎了 嚎好几个小时了 你别嚎了 行不行啊你啊 前日班 我今儿回来 被笑死的 你笑啥呀你啊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别哭了 你看这大鼻疼 都溜嘴里了 他擦的吧 你说你也是 不是啊 不就是赵铁蛋 你老爷们儿 你说你吃啥醋 还什么老爷们儿啊 我之前以为 他是老爷们 不是赵铁蛋吗 蛋 赵铁蛋 山丹丹开花 哭呀你蛋 女的啊 啊 女的呀 那你跟师父说 不是有协议吗 说你们公司 除了你女的 不能再有 第二个女的了吗 对呀 所以那小虎豆 他忽悠我呀 而且一忽悠忽悠我 两个月 我接着去公司 我才知道 那赵铁蛋 她是个女的 啊 哎呀 二米 二米 我对你的姿色 有信心 他绝对抢不走 你家小虎豆子 嗯 姐 我对我自己的姿色 也有信心 嗯 但是这个赵铁蛋 长得太漂亮了 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是我们家 前顺帆乐意丑的 我也乐意丑的 而且前顺帆 把一个月给他 六千块钱工资 我们公司那老员工老刘 一个月才四千 你妈呀 这里有事吧 我回来了 前顺帆 你还敢回来是不 我签货费 弄死你不可 行行行 你别拦住我顺帆 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呢你呀 我干啥了呀我呀 你招人呗 我堂堂一个民营企业家 我一个大工厂 我招个人是怎么的 我跟你说前顺帆 今儿你要不给我 合理的解释 我都给你弄合理去 对 等着 马上就合理 你不用给我请 我跟你说去 住手 怎么样妹夫 合理不 我说阿尔米丁啊 你怎么说犯驴就犯驴呢 干什么玩意 你把一个好好的民营企业家 削成什么样的 我和他能动手 从来不吵不吵 跟你说赶紧离远点 绳子 见你一身鞋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大姐夫还管不了你了 是不是 刚才 你不知道啊 顺帆他招人了 招什么人 你知道啥呀 招个人怎么了 哪个企业家不招人 就招一个人吗 这有啥呀 这要是我当企业家 我还不得招个五个六个单 大姐 你听我大姐会替他说话 驴子你不知道 你别管 这你没你的事 我全懂 怎么样 合理不 合理 大姐夫 你甭跟他们废话 就刚才咱商量好的 你直接告诉他就行 明白 我全懂 阿米丁啊 大姐夫跟你直说啊 你听着 我跟你说 赵铁蛋是我的人 明白不 是我让俊芬安排的 明白不 你明白不 不明白 不是咋 这咋还不明白呢 还没明白啊 赵铁蛋 大姐夫的人 我的人 因为大姐夫的人 我所以说才给他开 六千块钱嘛 一个月嘛 你怎么才开六千呢 我不是让你开八千吗 我来是八千呢 因为是大姐夫的人 所以说我们两个 朝夕相处嘛 什么朝夕相处 我不是让你 形影不离吗 跟他 就对啊 明白不 再说一遍 赵铁蛋是我的人 我安排到顺丰那去 这个事跟顺丰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明白不 大姐 我明白了 那人是我大姐夫的人 二比六 啊 打扫呀 给人家师父道歉 哦 道歉 干什么这是 老公 我这师父下手有点狠呢 跪下 狠呢 你今天怎么勇敢呢 这么low你 你都没说实话 媳妇啊 我能说吗 大姐夫的人 我不得替她扛着呀 我要不替她扛着 大姐夫得笑她呀 是吧 我问你 那人真是你 大姐夫的人 大姐你别问了 这怎么害在这有意的 这都明白了 她都承认了 这不都说了吗 是我的人 明白了不 事解决完了没 完了完了 行了 完了吃饭吧 吃什么吧 不会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一脸乌辜那样 怎么 你给我说清楚了 到底咋回事 什么咋回事 我跟你说 这样咱俩回去再说清楚了 什么回去说 你就在这给我说清楚了 到底你怎么回事和那个人 你别管 什么回去说 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当他们俩给我说清楚了 大姐夫 当我俩边把事说清楚 对 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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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等会儿再说 不是 大姐夫 你可得挺住啊 你放心 我全都能给合理了 怎么的 说吧 那人是你安排的 我安排的 六千块钱也是你安排的 我安排的 行影不离也是你安排的 我安排的 怎么的 嘿 赵刚刚 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关系 什么程度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在咱俩没好之前 我就跟他形影不离 咱俩结婚以后这么多年 我们仍然在一起 怎么的 好汉做事 好汉挡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我叫赵刚子 他叫赵铁弹 刚离不开铁 铁离不开钢 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 合理不 合 合 链 牛 牛 怎么的 还给我 牛什么牛啊 大姐 牛什么牛啊 赵刚子 我一直认为你憨厚老实 没想到你也干这种事啊 你也敢招人啊你 我招人 我不就招一个赵铁弹吗 我招谁了我 嘿 好问你 我招赵铁弹怎么了 你这么理智气壮 哎呀 哎呀 大姐吧 啊 你跟那赵铁弹 到底什么关系啊 不是 你等会儿 起来 什么什么赵铁啥 赵铁弹呢 什么赵铁弹呢 赵铁弹 丹丹 女的 嗯 丹丹 男的 什么男的呀 你丹丹丹丹丹 傻傻分不清楚吧 赵铁丹 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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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呀 啊 是不是啊 啊 你咋没跟我说 她是个女的呢 啊啊 啊啥啊呀 女的我不能替你丹呢 丹丹 我能替你丹 丹丹 你得自己丹呢 我跟你说啊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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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不认识 你赵铁 你就是个大小蛋你 钱顺芬 你就是个大笋种 你等会儿 我这顺芬啊 哎 你是不是又坑你姐夫呢 我没有啊 我 你没有 你说清楚了 你说清楚了 不说清楚了 阿米丽你削的 削的 不认真是削的 行了 削啥削啊 我说的清楚 你说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赵铁丹丹丹丹丹 人家是个女孩 是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大学生 到我公司来 勤工俭学来了 我就把人收下来 就这么点事 这么点事 你跟阿米丽的 不是有协议吗 公司不能找女的 你不知道吗 是 人家谈业 我那说的都是英文 我还没听懂 那合同人都签完了 你说你个二驴子 你盯的啥破规矩 咱公司就得 非得救你一个女的 全世界救你一个女的呗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的心里 我装不了别人 有你就够了 够够的 妹妹 这姐夫得说你两句 你说你盯这叫啥规矩 公司里不能找女的 老话说 爱美之心人极有之 男女干活大当不累嘛 你放心吧 他那样的 你再说他都说跟你 够够够够的了 你担心啥呀你 顺夫 我也得说说你 你说你今天这事 本来做得挺好的 你为什么不能跟他 说实话呢 我跟你说 两口子在一起 信任是基础 没有信任 哪来的爱情啊 你说你今儿把这事 跟他说了 我就不相信 人家爱美丽 不同情达理 就是 你要跟我说了 我能不让你 把他留下吗 行了行了 留啥留啊 还留下呢 人家勤工俭学 一共俩月 明天是学校开学 人家回学校了 那是学校找他去 你这站 干什么玩意儿 你办旅就没完了是不是 你干啥你还追人学校去 什么玩意儿 我去他学校 我跟他把合同签了 等到大学毕业了 直接上咱公司 干不就完了吗 人才嘛 你看 你看看 人家说得多好 哎呀 哎呀媳妇儿 我今天对你刮木箱 我无体头啊 你少来的 走嘛 我就别去了 你自己去呗 我是自己去 你赶紧回公司 把这个好消息 跟大家说一下 一会儿老刘 那血糖不又上去了吗 哎呀呀 还真是 大姐哥 不管说啥 谢谢啊 行走吧 没事 媳妇儿你等我一会儿 媳妇儿你 这事我处理得多好 好 漂亮 张亮波 张亮波 你听你件事呢 啥事你说 以后你再帮别人的时候吧 动动脑子 别把自己搭进去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好家伙 这家伙大美买这空气加湿器 太沉了呀 哎呀我给他打个电话 哎大美啊一点掌啊 我准时把你买的这个加湿器 给你送到家门口了 哎我不会给你放家门口的 你不是把你这个门钥匙给我了吗 我一会儿给他放好以后 把你这个门钥匙再放到物业 好吧 啊回头你别忘了去取啊 好嘞好嘞好嘞 哎呀 哎呦我的妈呀 黄小黄电话 他对门的 这不能接 今天情况太复杂了 是这样的 昨天上午大美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让我一点钟帮他搬一个空气加湿器 接着黄小黄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也让我一点钟帮他搬一个梳妆台 咋整 这要是一般的街坊邻居就没事了 他俩不行 他俩 我多聪明啊 我就跟黄小黄说 我说小黄啊 我明天有点事要出去一趟 完了以后呢 今天我下午三点钟来给你搬这个梳妆台 问题解决了 你如果要是知道黄小黄 我今天先给大美搬了这空气加湿器 那他就几眼了 这以后我的物业工作就不好干了 怎么又来电话 不解 喂 这刚早 这刚早 喂 喂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按坐键了 喂 黄小黄 我没有挂你的电话 他不是说好了吗 下午三点钟给你抬这个梳妆台 我在外边呢 你不用开车接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出趟差 我现在就在机场呢 我马上要登飞机了 不是我飞机即将起飞 对马上起飞了 我不能跟你说了 我挂了啊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的应变能力 黎沙 现在在吃饭呢 哎呦我的妈呀 我刚回来 行回听得了 哎好嘞 哎 什么情况啊 大美的吧 哎咱说好了 不往楼道放东西的哈 是有点过分了 大美姐 大美 你再加油 说了不会有人呢 不会是进贼了吧 你那个你进贼了 把东西往外抬 听见我进来了 你就进去了 我给赵钢子打个电话 哈哈哈哈哈哈 喂 黄小花怎么着 赵钢子 啊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啊 大美家进人了 哈哈哈哈 打美家进个人不是很正常吗 有什么呀 进的不是正常的人呐 进的是小偷 大美家进个小偷怎么了 不是很正常吗 哈哈哈哈 赵钢子你怎么能是这种处理态度呢 不是你别管了 进小偷进小偷吧 跟你没关系 你别管了啊 好吧你等着我来 我等你 我等你 我花花菜都凉了 你你不是在飞机上马上要起飞了吗 哈哈哈哈 是 我刚才 我刚才是起飞了 我现在已经落地了 哈哈哈哈 三分钟就落地了 我我飞的是短图 那得多短的图啊 哎呀 你就别去纠结公里书的事了 我跟你说啊 啊 黄小华 你现在你 你现在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你听见没 啊 你现在有危险 啊 我刚刚我刚你 你别吓唬我啊 你用这么一声 我不是要打打打打 哎呀 你在这来回转什么圈啊 你站住 哈哈哈哈 你听我的 你现在往后推 往后推 再往后推 哎呀 你靠在你门口管什么用啊 我 你怎么知道我靠在门口呢 那个 那个 我对你多了解呀 钢子哥 你平时这么关注我呢 那个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 你马上把你的门打开 然后你赶快回家 把门锁好 直奔床 明白吗 上床以后找一个大辈子 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 千万别出来 我回来叫你 你再出门 听见没 好的 好开门 关机 好 哎呀我的妈呀 这算解决问题 好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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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躲进去了 那万一贼跑了呢 我得做点什么 行了 我得赶紧走了 赶紧走 不能让他看见我 啊 这个贼 咱还穿着物业的衣服呢 难道是先偷的物业 再来我们这儿的 哎呀 我的妈呀 赵刚子 黄小黄 刚才这致命一击 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真的 我的妈呀 下手也太快 你等会儿 你不是飞机刚落地吗 啊 我现在不是在地上吗 你从哪儿落下来的呀 从那儿啊 那你能告诉我 大美家是几号黄战龙吗 黄小黄 对不起 刚才是我说话的 那这样 你把棍子放下 好吧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给你解释完了 你不能生气 好不好 小黄 你说 是这样 那个今天一点钟吧 那个大美啊 让我给他送一个空气加湿器 你等会儿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你这天上地下撒这么大个谎 就是为了给他家先干活 把我家和我往后吞呗 不是把你家伙往后吞 给他一点钟干 完了给你家那个呢 是三点钟干 啊 他家的时间是时间 我家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呗 怎么的 赵刚子 大美美呗 啊 大腿比我长呗 在你心里比我中药呗 啊 我告诉你赵刚子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是有父之父 不是 我每次来的 你们就说我有父之父 干什么呀这是 老给我挖这坑有什么意思啊 啊 有父之父是有父之父 送这个加湿器是加湿器 跟有父之父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啦 人家没人你都进去了 你还想有什么关系 什么叫没 我进 我 我有他家钥匙 哎呦喂 这是随便进出的节奏啊 赵刚子啊 这事你说不清了 我有什么说不清的 我人正不怕影子写 我说不清 哎呦 那这样我去找一个权威人士来评评理 你找谁我都不怕 大米粒 你回来 你别找他啊 你找他就不是评理的 就把我评了 来 用哪样子给我 这个 行行行 欢笑话 我算让你给我抓着小辫子了 那你说这事怎么评吧 你现在呢 就去把我的梳妆台搬来 这事就算评了 不是说好了吗 三点钟人家送货 我到哪儿搬去啊现在 那三点钟之前 我家就不能有点别的事吗 那你家也没别的事啊 那我家 我 你给我把灯泡换了 一个灯泡你自己换了 不就完了吗 那么高我够得着吗 那行 我先把他这活干了 我再给你换灯泡 好吧 不行 必须给我先干 行 哎呀 我算服了你们两个了 哎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这么我这么贵重的加湿器 怎么放这儿了 这赵刚子怎么干的活啊 给我放门口 这门还开着 赵刚子 我说赵刚子 人呢 人呢 哎呀花儿你也太过分了 咋的 你说这么个灯泡你就换不了吗 我不够不着吗 台灯你够不着啊 好好好 你 哪有你这样的呀你 你说你真是美 哎呀 干啥 刚子哥 干啥呀 你怎么你给我干点活 就那么不乐意吗 我没有 咱俩关系是不是好 好 是不是比大梅姐好 哎呀 好比她好 哦 那是不可能的 也好 也好 大梅姐回来了 你在家呢 啊 赵刚子 哎哎哎哎 你忙啥呢 我我我给她家刚才换了个灯泡 哦 就是给我家这活干了一半 然后去给她家换灯泡了是不是 哎呀赵刚子 这事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我家灯泡啥时候不能换呢 你你你赶紧给大梅姐把这个加湿器搬回去怎么能活干一半呢 真是太不负责了啊 哎哎 哎 意犹未尽呢 要不你再进去再聊十块钱的 来来来请上演 什么情况 我这么贵重的加湿器交给你让你送放在这了 然后门还开着 那我家东西要丢了 我是让你赔呢还是不让你赔呢 对不起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我现在全明白了 我求你办事从来没这么痛快过啊 原来是想假借给我送加湿器 实际上是要帮人家换灯泡 我再次严重的警告你一次 我是有父之父 对 我跟你说啊金大梅 我每次来你们这儿 我就掉进有父之父这坑里吧 怎么的 今天我非得把那坑填平了不可 哎 你还来劲了啊 你要这种态度对待业主说话 我告诉你我还真得找个人来评评你 你找谁评你我也不怕 我给大米粒打电话 你把电话关了 行 这事咱得说清楚 黄小黄 黄小黄 黄黄你出来 咋子吧杠子哥 我跟你说呀黄小黄 哎大梅姐 这怎么还没搬进去呢 没事不要紧 你还有什么活着干嘛 咱们让他先帮你干 哎呀没事 哎你今天是不是去逛街了 我上去新买个衣服 好好看 下次你逛街带我一个呗 哎我的妈呀 停停停停 我一定相信你的眼光 哎我的妈 哎我说你俩也太能演戏了吧 啊 你俩这表演也太好了嘛 你俩要不当演员的话 是演一戒一大损失 哎我的妈 你俩在一起和不在一起 差别怎么这么大的 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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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这样啊 行 咱今天把事就说清楚 好不好 今天你们俩人都找我干活了 对不对 啊 我是不是义务帮助你们干活 啊 那我干活怎么还干出错来了呢 啊 不是咱以后有啥事 咱能不能换个别人 咱不能可着一个人折腾 这不折腾你折腾谁呀是吧 对 再说这种不要钱的事 你不折腾你人谁来呀 再说了 你说物业本身就是服务业主的 对 那我们不也服务你们吗 你们最近弄那个什么优秀 平选 对平选 咱是不是打分呢 打打了 对啊打分了 方小伙咱得说啊 我给你俩干活 我不是为了让你俩给我打什么分 对不对 而且就你俩这个性格 你也打不了什么分 给我这分打不高 你猜对了 对 我给你打的是最低分 我也打最低分 对去掉打最低分 去掉最高分 然后你就不及格 对别不及格 我跟你们说 我不及格也没关系 我为心无愧 我该怎么做怎么做 田经理 我在哪呢 我在俩奇葩家呢 这回物业打分我分最高 不能啊 我已经有俩最低分了 我应该不及格呀 有两个社区最美女青年 给我打的是满分 一个是大美 一个是黄小华 一个是黄小华 怎么的 是不是有点小内疚啊 是不是有点小感动啊 我说实话啊 今天你俩这个事儿 对我也是一个教育 看人吧 不能光看外表 得看他的内在 啥意思 我俩长得磕尘呗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你俩内在美 那就是外表还是磕尘呗 哎呀 不是二位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玩笑 又给他紧张坏了 他就不能开玩笑 行了行了行了 他老当着 哎呀那妈 打中二位 我扶你俩了 这样咱说吧 反正这点活先给谁干 那都在这儿了 当然是给大美姐先干了 那行说好了啊 给大美先干啊 不不不不用 你还是先给小黄送梳妆台 那行 给大美干 给小黄干 给大美干 给小黄干 给大美干 哎呀停 就你们跟我说清楚 到底先给谁干 那你自己看着干 自己看着干 自己看着干 这是不是又给我挖了个坑啊 我现在我得找一个人帮助我 这人指定能帮我 喂大美 你现在干啥呢 太好了 你现在马上叫上大秦子等 一干闲散人员 到小区门口 给我抬一个梳妆抬 抬到黄小黄家 我在这儿死等你 听明白没 好的 一会儿我媳妇来了以后 把东西同时送给他们两家 我看他俩还说啥 就我这个应变能力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大哥 哎呀妈呀 这么些吃的呀 能吃了吗 每个月呀 总有那么几天 肚子不舒服 就想多吃点 肚子不舒服吃那么多 不怕不消化呀 过来结账吧 好嘞 哎哎哎哎哎哎 干啥你没给钱呢 什么钱 你买东西不给钱呢 没钱 没钱 想要吗 当然想要了 该着 哎呀等会儿 啥叫该着呀 该着不懂啊 俗话叫欠着 文言文叫图帐 哎呀妈呀王小欠 你有没有点文化 那一面图啊 那一面奢 奢 奢账 就是买东西不给钱奢账 明白不 对是个说着吧 不不不行 王小欠王小欠 你这名字是不是为欠账起的呀 啊 你都说多少回了 大姑我真没钱 要不我把这些东西退回去 太好了 你给我搁回去吧 大姑 大姑 你先帮我垫上班 你说这一个月 我给你垫多少回了吧你说 大姑 大姑 你要不帮我垫上的话 我就得饿死 妥妥得饿死 行行行行行 你看你可怜劲吧 最后一回啊 谢大姑 你等会儿 你啥时候还我呀 十年之后 我不认识你 你都认识我 嘿 你个王小欠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 你回来 回来 好 气死 大姐 刚才我听谁在这嚎呢 王小欠 王小欠在这嚎呢 啊 这小子 对了大姐 早点回家啊 今天晚上咱家吃饺子 嘿嘿嘿嘿 李大姑 没给钱呢你还 给什么钱 你这醋 我买瓶醋 你还给什么 你给我垫上不就完了吗 回头给你 李大姑 什么回头给我 你啥是回头啊 啊 你别说这真假的 昨天买酒 我垫的 前天买肉我垫的 大前天买鞋垫 也是我垫的 我都给你垫八回了 我不能再给你垫了 哎呀大姐 咱一家人 最后一回 什么就最后 你怎么老最后一回呢 不行 这回你真得把这钱给我 我这真得太好 今天下班早 心情特别好 带上我媳妇回家吃水饺 媳妇 媳妇在哪 大姐夫 哎 干啥呢 买醋啊吃水饺嘛 哦哦哦 走吧回家吧 哎今天你发工资吧 是发工资 都发别了 我这就剩一千了 不对啊 你不是一个月两千二吗 对啊 这有人老上咱超市买东西 不给钱 赦账 我不电视能行吗 这谁呀 怎么这么不像话呢 买东西不给钱 这什么人呢 买东西不给钱 这也太不像话了 买东西不给钱 这还要不要脸呢 这人谁呀 我 我就知道是你 怎么在这骂人呢 怎么还 你说你买东西怎么老不给钱呢 你大姐回去老说 每次来了你都赦账 哎呦 什么叫我老不给钱呢 行 我今天就跟他算算这个账 啊 我问你大姐 前两天 我是不是在你这儿 舍了一袋大米 嗯 谁闷的米饭 我 谁吃的 我 前天 我舍了一捆大葱 谁包的 我 谁吃的 我 昨天 我舍了一罐酱 谁炸的 我 谁占的 我 今天咱们家吃饺子 我舍了一瓶醋 你俩占不占 占 凭什么我拿钱 哎 哎 这瞬间他就给合理了 你放心吧大姐 我回头不光给你钱 我双倍给你 哎 你也不用双倍给 是多少就是多少 你都有钱 别忘了还给你大姐 啊 记住了1200 放心吧没问题 回头他给你 等会儿吧 哎呦 哎呦我这大姐夫 嘿 还长新眼了 这不讹我吗 你这不是 我怎么讹你啊 你问问大姐 我在超市 一共舍了200块钱 啊 对对对对 顺风是就舍了200 那不对啊 这还差着1000块钱呢 王小倩 王小倩 啊 哎等会儿 你等会儿吧大姐 啊 哦 刚才在这好 王小倩是在这设账呢 对啊 就这一个月不知道咋的 老买吃的 刚开始还给钱 就越往后就越不给钱 老设账 你说这活我能干吗 哎 我告诉你啊 真得去找他家去 哎哎哎哎 算了吧 算了吧 啊 王叔在家呢 那么大岁数 你听了这事以后 他才万一倒过去 大姐夫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这个事是很严肃的 他从咱家设了账 你知道他从别人家设没设 他干的好事还是坏事啊 咱这是挽救师族少年 你知道吗 哎呦 瞬间他又给合理了 对 那行去吧 挽救师族少年 必须得去 走走走走 真的吗 今天的果实不错吧 嗯 有馋 还行 吃完了啊 咱们接着整 走 给我可劲走 不够吃 我一会儿上超市给你们取去 哎不错 哎我真好笑 这超市你们家开的 对 我妈开的 我亲屆 走 走 这怎么你家挺热闹啊 我二姑姑 二姑姑好 哎哎哎 这位就是超市老板娘 干嘛好 这是我大姑姑 他俩两口子 大姑姑好 干您好 大姑姑干您好 这啥乱七八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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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回避一下吧 好 我们谈点事 好 王小强 我 这都干啥的这都是 啊 你说你看看你把你们家 造成什么样了 啊 你这干啥的 啊 你爷呢 旅游去了 啊 我明白了 山中五老王 小倩称带王啊 哎呀你这家腿能造啊 这饱不饱啊 半饱了 喝瓶醋吧 喝瓶醋就饱了 今晚我干不了 干不了 我问你王倩 最近是不是在超市设账了 啊 来 还钱 还钱 没有 没有 啊 你啥时候有啊 我爷回来就有了 你爷啥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啊 跟你爷爷走钱啊 就没给你留俩钱啊 花完了 哎 哎 大公啊 你看我这日子过的呀 除了方便面就是火腿馋 要不能上我大公那去洗个澡去嘛 哎呀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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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从今儿开始去大姑夫家吃去吧 啊 现在不是上人家吃饭的问题 是我欠我大姑一千块钱 要你有的话就借我 我把这窟窿给堵上行不行 给 哎呀呀呀呀呀 这打开哭抽过去了呢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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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 不哭了不哭了啊 行那个你那一千块钱呢 这这这呢 来给我一千块钱 来拿着 这是一千块钱啊 还给你大姑 大姑 还你两千 清了吧 清了行行行 那走吧 不对 我手里怎么还一千块钱呢 对呀你一千块钱是对的呀 人家王老千不是欠你一千吗 人家还了你一千 这不清了吗 走吧 不不不对 那我那一千呢 你那一千不是我借你了吗 老公借你一千块钱 你不兴奋呢 哎那倒是 那高兴 那兴奋不就完了吗 那走呗 对对对对 你站住吧你 好家伙俩傻子这是 你俩要账来了 把自己给搭里头了 真的不知道啊 哎哎王叔 王叔回来了 爷爷 喂妈呀 哎呀 我不再嫁这两天是不是老友一人来啊 啊 就把嫁造成惊牙 啊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说 我跟你说过 我不再嫁的时候 你可以出去 祸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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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 你看这家 Neither 你看看 哎呦我的天呗 你说你再说了你说孩子大岁数小 那俩这么大岁数 也跟着这么惯和吗 哎哎王叔你是不是误会了 你以为这家是我们造的呀 我没是以为呀 就是你们造的 所以我跟你们报个但是 你咋跟你人啊 不是我们 你找个理由 我给你解释解释 你解释 你解释什么 你解释 你干什么呀 这都什么东西 爷爷 爷爷 我爷 这都不懂 这都不懂 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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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 关心哥 住手 把你手里的老头给我放开 这是我爷 爷爷好 我告诉你 他要不血滑 你倒下来 你信不信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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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你太高意思了啊 你不是说你家没人吗 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玩 你说尴尬尴尬 现在 尴尬尴尬 你是干啥的啊 王小千 到底怎么回事 我组建个乐队 在家排练呢 你组建个乐队 我的天哪 你看看 咱家都是 些什么人 你还能组建个乐队 你要是能组建个乐队 起来 我是你亲身 爷爷 我也有梦想 我一直为我的梦想 坚持而努力着呢 我就想组建一支乐队 唱出我心中的歌 让小美丽看看我 不是啥也不是 小夏 你有梦想我相信 但是我实在不能相信 你能把他鼓都响了 你们几个啊 就你们几个还能唱歌 这事要成了 小美丽的事包我身上 说话算数 三什么时候再说 他什么时候说话三个数 你还就行 走吧孩子们走吧 爷爷 那是我的梦 妈呀 天都大亮你还做梦 你行行吧你梦啊你梦 不是 王叔 你们等会 我跟你说啊 王老欠 年轻人有梦想这是个好事 王叔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支持他 正好咱们社区要搞一个中秋晚会 每个小区都得出节目 咱们小区我正范畴还没节目呢 你要是能出个节目的话 第一 实现你的梦想 第二 咱这活动很有经费 真的啊 大姑父啥时候说话骗过人哪 但是我跟你说好咯 你要鼓动响了行 你要是在这瞎道的话 不用你 我就卷你了 哥几个 听着没 干地大姑 想要大姑 我 我 你 我 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死亡 我爱你做的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死亡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的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配上谁就还配 嘿嘿嘿嘿 好你一样 二 Monday AI Hoş Secretary duality�量 新鲜血 恭喜身边最快乐人 嘿嘿喂 你的口励最快乐的性恋快乐的 FAMILY